好 各位观众 记得下一个位置呢 就在台北市中山取水源区民活动中心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民进党的台北市长 欧璇陈时中呢 现在就在圈票处 来做出他重大的选择来投票哦 那可以看到呢 他在是今天早上的八点半准时 来到了投票中心来投票哦 所以等于是说呢 在投票所在八点准 正式开了之后呢 他半个小时就来到现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陈时中已经做完了他的选择 接下来呢 即将来投下神圣的一票 那可以看到呢 他其实手上啊 有蛮多张选票 因为今天呢 除了投市长之外 还有市议员里长 以及最重要的公民投票 18岁公投公民权的修宪复节投票 那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呢 正在把票呢 投进票轨当中 那谁说今天呢 是真传了一个灰色的 一个Polo T 配上灰色的口罩 那可以看到呢 他的样子呢 是看起来蛮轻烈 蛮轻松的 那当然呢 也是避开了任何的颜色 那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啊 在投开票所 要提醒观众朋友 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 如果到投开票所 来投票的部分呢 其实是不能戴上 任何候选人的旗帜 或是口罩 或者是可以辨别特定候选人相关的一些标识 否则呢 最高可能会配罚500万 那现在这位后面这位先生的投票呢 就是陈时中的儿子 那其实呢 在今天啊 陈时中也在稍后呢 会在楼下呢 接受媒体的联访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的投票过程相当的顺利 是在三分钟内就已经完成了 那TVBS会随时为您 转获任何的最新状况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